自动啊 自动 快出来一下 快快快 怎么了小娘 我今天上街赶上一家商场 大折大促销 就跟不要钱似的 二百多个妇女围着 哐哐在那抢啊 我抽准时机从一个大姐手里抢了一下 怎么样 你穿这个合适吗 我又没说我穿 我准备送给柳护士的 就是不知道柳护士穿上何不合适 你找柳护士给你试一下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 他穿上万一不合适 那他觉得我多不细心呢 对我俩以后的感情多不离于发展 你找阿丽 阿丽肯定会帮你 阿丽要是穿上上 那肯定以为是我送给他的 那就拖不下来了 你帮我试一下 你自己怎么不试呢 你和柳护士都属于九头神 就我这身材 四舍五入顶多算五头 你帮我试一下吧 那你去找大兵 不行不行 大兵一穿就会穿成文章 所以嘛 还得你帮我试 快快快 小兵啊 我告诉你啊 我是有底线的 你这忙我帮不了 不是 自动 你要答应帮我试 我就答应在你以后的戏里 客串各种决策 行 这样啊 我下部戏里呢 是一个动物题材的 我需要一条秋叶 你给我试一下 什么 六百条秋叶 六百条秋叶 你这假的像个无共似的 行吧 无共就无共嘛 好不好 但你得答应我好好演啊 我不能帮你白试这个衣服 快去试一下吧 试完我看看效果 快去试一下 喂 有护士吗 我想问一下 你明天几点钟来上班啊 我帮你想了一件礼物 保你喜欢 对啊 好 明天见啊 拜拜 哎呦 天呐 子冬 你太吓人了 你哪能多废话呢啊 快点开 行不行 我马上往回去换了 那衣服 你感觉有点松呢 是我穿肯定松 柳户的穿就紧了 那倒也是 行 那脱下来吧 那行 我回去换了啊 快去 快去 太吓人了这车子了 妈呀 小宁 嗯 我该出门的时候把门给翻锁了 要是呢 要是大兵出去晨练 就给带走了嘛 你先在客厅待会儿 小宁啊 那个 要不这样 我上你屋待会儿行不行 嗯 你上我屋去干啥去 你现在闹 小宁啊 你又 我这样 我以后 你知道我怎么在演艺圈混呢 我这 你们演艺圈这样人还少啊 小宁啊 真的我求你 你别碰我 我现在一看你 我稍微有点饿一样 我为了帮你 你不能这么见死不救 对不对 行行行 走 妈 您真好您哥 你别碰我 我现在特别想吐 哎 别碰我 你看我 你给我找谁你的衣服呗你哥 是哪给你找的 我你也给你找他 我个天呐 王老娘 你要不要脸呐 弄死了 哎呀 干点活要点工具 呀 回来了 挺撒冷啊 什么 什么意思 姐 月人无数 没想到到你这看走眼了 平时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海龟 摆出一副高雅脱俗 正人君子的模样 其实呢 你是一个风流成性 作风不良的顽固子弟 快摘下你的面具吧 你这个魔鬼 这是你新写的诗啊 哎呀我太喜欢了 写的真好 王友宁 宁啊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 不过我觉得这不太方便 咱俩去你屋呗 上屋干啥呀 走吧走吧走吧 不是 我我不是 孤男寡女 独具是不好的 不是 你让柳副师看见该误会了 快点 快 给我进来 不是 阿丽 不是 你要 你要 人呢 什么人 给我出来 哪有人呢 出来 没有人 阿丽 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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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丽 那个 你胆小 我怕把你吓坏了 放心吧 我胆可大了 不是 你别 别 别 别忘了 你 干 能不能小点事 你们干什么呢 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院长 院长 我给你解释呗 不用解释了 院长